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Cratex Cratex呢,是我的 Channel的一个Join Member 所问的股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Join我的Channel的Member 前往一杯咖啡就可以了 So 近期呢,所谓的科资股呢 好像就不是很好 呀,都是 下跌中 Cratex呢,也不例外 So 你可以看到很,其实也是很简单 它股价现在已经是TEPPOR 这个MA20 之前呢,更是 也是TEPPORMA60 呀,嗯 这边呢,有个时差 嘛,有个时差 哈,然后呢 在MA200呢 是应该是可以 是应该有支撑的 这边,200 这条线,有200 现在它在下跌中呢 我估计呢,它也是一样 位在200这边附近 顶住,守住 所以,现在 如果你已经持股的话呢 你一定要留意 这个MA200这条线 不要TEPPOR,TEPPOR就 就 就很不好了 当然,如果你看 头马峰的话 现在是 这边很多套牢盘 呀,嗯 形式 不是很漂亮的啊 MMA200呢,是非常重要的 不可以TEPPOR 如果你之前 你看回它之前的历史啊 你可以看到它的 MA20呢,是它的神明线 它一直维持在MA20上面 呀,然后一TEPPOR MA20这边呢,它就往下掉了 呀,呃 然后现在又TEPPOR 现在又TEPPOR多一次 你要注意的是 它的MA20往上 主要原因 也是因为MA60也是往上 这两个一起往上的时候 它就有一波了 现在它这边有10X 20,只差60 呃,现在又TEPPOR 再次的TEPPOR 20跟60 基本上已经是非常弱势 呀,所以不可以TEPPOR MA200 啊,TEPPOR的话 可能你就要考虑出场了 呀 如果你打算进场的话呢 也是可以留意这个MA200 当它出现这个 MA200上面只TEP回神 我时常讲的 已经讲了几百次了 出现这个一件的K线 在MA200这条线附近啊 不要TEPPOR 我TEPPOR的话 三天里面 又站回去的话 啊,这个还可以 这个还算 OK的 TEPPOR之后 三天里面 不可以站回去 然后继续往下掉的话 这个叫抛命了 呀,所以MA200是它的 关键的这个 呃,支撑线 OK 这个就是我对Kitex的 呃,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